这是一部2017年巴基斯坦爱情肥皂剧,看完整个影片,结局依旧超乎我的想象,消失的爱故事开始。 穷小子是个学霸,却被全班嫌弃,谁和他是同桌都被沾上倒霉蕴,千金不信邪,偏偏和他坐在了一起,转眼千金的手机就不见了。 看来这不是个传言,连忙和闺蜜找到了他,拿起他的书包,就倒了金光,里面除了几块饼干啥也没有,接着又让他自己掏出口袋,穷小子掏出了几块钱,他发誓自己没有拿。 千金却咬定就是他偷的,不然就他一个穷小子,怎么能有钱上这么好的大学。 就在这时,一个同学告诉千金找到了手机,这种对误会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穷小子叫做贾德尔,为了读大学他身兼多指,这天千金和父母去餐厅吃饭,正好撞见了他,千金这才明白,贾德尔在做兼职补贴学费,接下来他主动坐在了他的身边,这让闺蜜不敢相信千金的举动,告诉梅林千万别喜欢上他,穷小子和他不般配。 就在这时,梅林听到贾德尔出了事,他立即跑了过去,几个小爸欺负了他,看着遍体鳞伤的贾德尔梅林心痛了起来,闺蜜知道千金已经喜欢上了他,而这天一个男人的出现让梅林不知所措。 梅林根本不认识这个男人,也搞不懂他为什么多管闲事,而接下来他说的话让梅林惊讶。 等他离开,梅林立即找到梅爸,把发生的怪事告诉了他,听到女儿的话梅爸却愣住,在女儿的追问下,他给凯撒打去了电话,凯撒的父亲和梅爸是兄弟。 在梅林还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和梅爸订了娃娃亲,要让梅林嫁给他的弟弟莎米尔,却让梅爸乱了神,他一直以为就是一个玩笑话,而他们却当了针。 回家后他告诉了妻子,接下来该怎么办,他知道自己小时候被凯撒的奶奶收养,在他们那种霸道土豪的家庭长大,为了远离他们才有了现在的生活。 他绝对不能让女儿再嫁到那样的家庭,梅妈想起,婆婆当时还给了女儿一个戒指,作为订婚,梅爸要把这个娃娃亲给退了,等他来到土豪养母的家,梅爸直接拿出了戒指要退婚,这可把养母直接气坏了,他怒斥老梅忘恩负义,想和他家批行关系,说完直接晕了过去,这可把老梅吓坏了。 医生告诉他,老太太不能再经受任何刺激,爸到了凯撒,见到奶奶被气晕,恨不得杀了老梅,梅爸看到此情此景,不知接下来该如何拒绝女儿的婚事。 等老太太醒后,梅爸只好答应了他,这让老太太激动不已,连忙开始筹备孙子的婚礼,在一旁的凯妈却担心了起来,老太太向来说啥就是啥,可在外上大学的小儿子还不知道此事。 与此同时,贾德尔和梅林感情开始升温,梅林向贾德尔表露了爱意,而贾德尔却退缩了,因为他知道和梅林地位悬殊,这让梅林很是生气,第二天没有去学校,贾德尔放学后,直接来到了豪宅,他想了好久,终于说出了心里话。 这让梅林很是激动,等梅爸回到家,梅林要让贾德尔见父亲,要让父亲答应他们在一起,梅爸看着他俩是真心相爱,但是眼下他只能棒打人秧,这让梅林很是伤心, 贾德尔知道配不上梅林,只能默默离开,很快到了梅林的订婚仪式,仪式上他面无表情,只能听从家人的摆布。 同时贾德尔也无心继续上学,他决定要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临走前他又来到了豪宅,把梅林送的衣服还给他,他希望走后不再有任何牵挂,梅林这才知道他要放弃学业,梅林不顾妈妈的阻拦,他要找贾德尔,他不想让贾德尔放弃,更不想让他离开。 回到家要跟父母摊牌,可是父母却极力反对,已经定下的亲不可能改变,凯撒更是上门威胁,如果再和贾德尔在一起,就会要了他的命。 霸气的凯撒连梅妈见了都怕,到了晚上,梅林给贾德尔发去了信息。 傅家女看上穷小子,非要和他一起回农村,还瞒着父母领了结婚证,穷小子一分钱没花,就娶到了千金女,他高兴地骑上他的小摩托,可就在他去洗个脸的功夫,梅林却消失不见了,这让贾德尔乱了神,连忙跑到老丈人家来找人,丈人听到是贾德尔的来,更是火大,自己的女儿因为他,已经被土豪凯撒带进了山寨,这时,梅爸很担心女儿会有什么意外, 等到晚上,终于等到了凯撒的电话。凯撒告诉梅爸他的女儿在这里很开心,还不忘拍些照片发给他看,可是凯撒就是不让女儿和他说话,还说要让弟弟和梅林结婚之前,都让梅林待在这里,梅爸为了消除凯撒的疑虑,答应会让穷小子贾德尔永远消失,很快梅爸利用自己的关系,把贾德尔绑进了监狱,还对他下了死手。 而此时的梅林还啥也不知道,他故意讨好凯撒的老婆,然后以给闺蜜打电话为由,借用了他的手机,连忙给贾德尔打去了电话,另一边的贾德尔早就没有了使用手机的自由,他晕倒躺在了地上。 梅林也一宿没睡,好不容易熬到天亮,凯大嫂给他拿来一套新衣,还告诉他一定要穿上,这可是老太太亲自为你缝制,梅林却不知这就是新娘服,老太太今天就要给他和孙子举办婚礼,这可让凯妈惊呆了,梅林听到更紧张了起来,就连凯撒也劝不住老太太,要立马给小孙子沙米尔打去电话,让他回家结婚,这时的梅林实在坐不住,他站起身来拒绝了婚礼,这可把老太太气坏了,凯妈只好让凯撒把梅林送回家,梅妈得知,梅林 梅爸伤害了贾德尔,这样梅妈很是担心,他劝梅爸放贾德尔一马,不要让女儿以后憎恨他这个父亲,于是梅爸就通知了警察,这时的贾德尔已经伤痕累累,满眼都是恐惧,警察告诉他想和有钱有事的人贪亲,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并当着贾德尔的面撕毁了他的婚约书,这简直让贾德尔崩溃至极,贾德尔捡起碎纸片一走一瘸地离开了警局,这时的梅林也来到了家中,他进门第一件事不是跟父母说话,而是走到房间给手机� 等他打开手机,看着贾德尔给他发过的无数条短信,梅林这时却怎么也打不通贾德尔的手机,梅林心痛的眼泪止不住的流,想要马上见到贾德尔,而这时的贾德尔已经绝望,以为梅林和他结婚后后悔,就在他胡思乱想时撞向了前面的车,梅林为了找到贾德尔来到他的住处,得知房东已经把房子租给其他人,接着又来到贾德尔打工的餐厅,这里的同事这几天都没有见过他,更不知道他的去向,这样梅林陷入了绝望,他只好找到了闺蜜,闺� 闺蜜怀疑是贾德尔抛弃了他,让梅林不要再继续寻找贾德尔,梅林想不通贾德尔真的会放弃他吗,另一边土豪家的小儿子终于出现,他接到老太太的命令,直接回到了家,老太太和凯妈看到他很是激动,沙米尔和梅林的婚事马上要提上日程,很快梅妈把婚帖交给了女儿,并告诉她明天将是她的婚礼,这样梅林简直要欺诈,怒斥父亲为了自己的颜面,毁了她的一生幸福,还告诉梅爸,到婚礼当天,她死也不会参加,这句话 可把梅爸气晕了过去,梅林为了父亲的身体,不得不先同意这门亲事,前提要让父亲找到贾德尔,她要把婚帖亲自发给她,如果见不到她就不会结婚,梅爸只好联系警察去寻找她,让他们想不到的是,出车祸的贾德尔还活着,虽然活着却成了职务人,医生在她的身上找不到任何证件,更找不到她的家人,没有后续的费用,医生决定对她放弃用药,与此同时,沙米尔已经穿上了奶奶亲自缝制的婚服,家人期待着她婚礼的到来,因为她的婚礼 她不知道贾德尔的身份,医生正准备对她放弃治疗时,她又突然醒了过来,而贾德尔却记不起自己的名字,就在这时,两个男人拿着她的照片寻找她,贾德尔虽然记不起他们是谁,可看到他们就满眼的恐惧,他们这时却没有认出贾德尔,护士玛丽看她可怜,拿出自己的积蓄,给她继续医治,很快她已经无力,继续给她治疗,医生要赶她出院,玛丽不知道,已经失去记忆的贾德尔该去哪里,开始担心了起来 同事劝她放弃对贾德尔的照顾,这时贾德尔想起了自己的名字,玛丽听到很是开心,她要带贾德尔回自己的家,同事小雅却不同意,因为房子是他们一起合租的,玛丽知道贾德尔的病还没有康复,如果把她放到大街上,她会活不下去,在玛丽的坚持下把贾德尔带回了家,她的记忆也在慢慢恢复 想起了梅丽的名字,却不知道和她的关系,而另一边的梅丽在到处寻找着贾德尔,她告诉母亲,自己已经和贾德尔举行了婚礼仪式,按照他们的文化是不能再嫁给别人 而母亲却不相信她的话,认为她是为了逃避和土豪之子的婚礼,故意编的瞎话,回到家看到父亲又犯了心脏病,眼看不能再有什么刺激 母亲开始祈求梅临不要再继续寻找贾德尔,安安心心嫁给家族订好的联姻,看着母亲这般说辞,梅临内心百般抗拒也只好接受 与此同时,贾德尔却想起了和梅临的回忆,一幕幕画面涌入眼前,梅临就是她的妻子 却还是记不起她在哪里,同时梅临已经开始了婚礼仪式 同样的仪式她想起了贾德尔 眼下她只能违背和贾德尔的誓言,再次和别人签下婚约 很快,梅临和土豪之子沙米尔举行了婚礼 从来不认识的两人,在家人的血迫下成婚 步入了她的心房,此刻她内心很是紧张 不知如何面对新婚丈夫沙米尔 而这时,沙米尔的一句话让她很是震惊 沙米尔直接睡在了沙发上 等到第二天,沙米尔却提出要离开家 他要继续完成自己的学业 大哥凯撒德之后却不同意 要让他多在家待上一段时间 老太太让沙米尔征求妻子的意见 如果他不同意,你哪里也不能去 然后他转身又让梅临千万要留住沙米尔 不要让他离开 正当梅临不知如何答复老太太时 梅临的父母来到了婆家 新婚第二天 老丈人和丈母娘要起来探望女儿 这样梅临很是开心 她的闺蜜也跟着过来了 而这时,婆家人却不知道沙米尔去了哪里 一点也没有把老丈人当成一回事 闺蜜把梅临拉到一边 她想知道和这么帅气的丈夫都聊了些什么 这让梅临很是尴尬 告诉闺蜜,他们俩根本没有说话 闺蜜怀疑是他板着脸让他才不敢靠近 他劝梅临赶紧忘记那个穷小子 好好接受现在的美好日子 一直等到晚上老丈人要离开时 沙米尔才出现 梅爸并没有和他计较 只有梅临知道他的心思 到了房间 沙米尔终于开口和他说话 他要说的不是甜言蜜语 而是让梅临主动提出回娘家主 这样他就可以离开这个家 显然他根本不想和梅临继续有婚姻的关系 梅临和他有同样的想法 但是他为了父亲的颜面 不能再挑起这样的事 对沙米尔的要求他不能完成 这让沙米尔气急了 另一边的贾德尔自从记起妻子梅临后 就更加焦虑了 他不知道自己怎么才能找到梅临 整天只想跑出去 或是小雅给他吃了药物 才能让他入睡 玛丽很希望贾德尔早点恢复记忆离开这里 可是玛丽却又担心他恢复记忆 这样他就会失去贾德尔 因为玛丽已经喜欢上了他 小雅看出玛丽的担忧 他建议玛丽停止他恢复记忆的药物 与此同时 沙米尔为了离开 对老太太谎称 妻子已经同意 狡猾的老太太立马把梅临叫了过来 他要证实沙米尔说的真假 梅临健壮只好承认是自己说的 老太太却气坏了 就算梅临同意 他也不会让沙米尔离开 沙米尔着急离开的原因 很快被梅临发现 这天要让沙米尔陪梅临回娘家 沙米尔却一百个不情愿 怒斥梅临为什么不拒绝 梅临反问他 为什么当初不拒绝这门亲事 看来都是身不由己的人 等到了梅临的娘家 沙米尔却提出要梅临待在娘家住 这让梅妈梅爸很是惊讶 梅临为了不让他们担心 连忙解释他 只是想让我住几天 梅爸告诉他 已经出嫁的女儿 只适合待在婆家 大哥凯撒给沙米尔两张飞机票 要让他和梅临一起去度蜜月 他想找理由拒绝 哥哥凯撒却不答应 而沙米尔的女友一个劲地给他打电话 如果沙米尔再不回学校 就会和他分手 而他的谈话正好被梅临听到 沙米尔向梅临讲述了他和女友的故事 他们是真心相爱 梅临听到后心里却是五味杂陈 为了让沙米尔离开这里 他主动找到家人商量 要让沙米尔回到学校 老太太见梅临执意如此 也只好答应 听到这个消息 沙米尔高兴坏了 很感谢梅临如果当初就知道 梅临这般大度 开始就不会故意刁难他 这边的贾德尔已经有了部分记忆 他现在只想早点搞清楚自己的状况 而他却不知能去哪里 这时他看到玛丽给他带的外卖盒 让他觉得很熟悉 好像自己在那里工作过 玛丽让他继续回忆 他却想不起来 玛丽只好带着他到有餐厅的地方查看 可是走了很多家都没有找到 刚回到家就看到小雅带的汉堡 这让他确定就是这家餐馆 很快玛丽要带他去寻找 看到熟悉的道路 贾德尔脑子里突然涌出梅林的记忆 接着他路过一处豪宅 让司机停了下来 他终于记起来这就是梅林的家 贾德尔的突然出现让他们很惊讶 梅妈询问他这么多天去了哪里 派人去他的老家也没有找到 这时玛丽连忙解释 他出了事故失去了记忆 梅妈听到很是心疼 可这时的贾德尔最想知道梅林在哪里 这让梅妈不知如何开口 得知梅林在他失去记忆的时候嫁人 这个结果让贾德尔发疯 他不相信梅林会嫁人 以为是梅妈在欺骗他 这时梅爸走了过来 再次告诉他梅林已经结婚 而贾德尔却告诉梅爸 梅林是我的妻子 他怎么能嫁人 这句话激怒了梅爸 警告贾德尔不要玷污女儿的名声 梅妈连忙劝阻梅爸不要伤害他 接着玛丽连忙拿出他的病例 可是梅爸不相信 梅妈这才意识到 女儿当初说的都是真的 她直接来到礼堂 把女儿的情况告诉了长老 梅林需要先解除和贾德尔的婚姻 再和沙米尔举行一次仪式才算生效 这样梅妈犯了难 给梅林打去电话 却又不知该如何说 后悔当初对女儿的话怀疑 眼下女儿两段婚姻都是错误的 贾德尔执意要去寻找梅林 玛丽怕她到那里会有危险 因为她一个穷小子 根本不是土豪的对手 贾德尔却怒斥 不要多管她的事 听到他们争吵的小雅看不下去 告诉贾德尔忘恩负义 玛丽不但照顾你 还把所有积蓄 都用在了你的身上 她每周都会把生活费 寄给你的母亲 玛丽连忙制止她不要说 她却认为 这个贾德尔为了一个女人 可以不要命 却要对玛丽大呼小叫 贾德尔这才明白过来 她愧对玛丽 这时玛丽提出要陪贾德尔 一起去找梅林 男人骑车不看路 直接撞破了脑袋 送到医院后 却失去了记忆 单身护士直接把她领回了家 好吃好喝把她养了一百天 没成想她又恢复了记忆 记起自己还有一个老婆 随着记忆 她来到老婆的娘家 让她想不到的是 老丈人竟把妻子嫁给了一个土豪 不甘心的她 发誓要找到妻子 于是在护士的陪同下 开始了长途跋涉 护士玛丽通过熟人 打听到了土豪家的地址 可是熟人去劝她 不要前去 因为这家土豪不好惹 玛丽为了贾德尔的安全 独自前往了土豪的家 她谎称是男人老婆的同学 可等男人的妻子梅林出现 看了半天也没认出她是谁 玛丽连忙谎称他们是同学呀 怎么结个婚就忘记了呢 梅林很肯定不认识她 这让婆家人开始怀疑玛丽的身份 玛丽只好说出贾德尔的名字 听到这里 玛丽明白了一切 梅林故意说刚才装成不认识 是在生她不来参加婚礼的气 等他们离开婆家 大嫂却认为 梅林这个儿媳不好 一点小事就这般记恨朋友 老太太听了也直摇头 很快 玛丽带着梅林来到贾德尔的身边 当贾德尔看到日思夜想的妻子激动不已 梅林直接贪坐在地塌 苦苦寻找贾德尔多天 本以为是贾德尔突然离开了自己 现在自己已经成了别人的老婆 而这个时候贾德尔又出现了 贾德尔解释自己从未想过要离开她 这次她要带梅林离开这里 而梅林知道她联姻不是她能控制的 如果她离开 就会给父亲造成大的影响 这样贾德尔不能理解 梅林已经是她的妻子 在他们的文化里 再嫁给别人是不生效的 梅林却让贾德尔放弃 因为她的婆家人 如果知道会要了贾德尔的性命 梅林不想看到贾德尔有危险 更想让她继续完成学业 完成走出农村的梦 不管贾德尔哭哭哀求梅林转身离开了她 这让贾德尔无法接受 感觉自己像做了一个梦 梦醒后什么都变了 无奈的贾德尔只好带着伤心离开 梅林回到家中 就给闺妮打去了电话 闺妮却让她趁机解除和贾德尔的婚约 梅林知道自己开不了这个口 现在她的丈夫沙米尔已经离开以后 也不会再回来 就在这时大嫂跑了进来 她告诉梅林沙米尔又回来了 而且以后也不会再离开 这样梅林吃了一惊 她不知沙米尔为何又回来 这对于梅林来说不知是喜还是忧 与此同时贾德尔想明白了一切 不再对梅林继续纠缠 决定返回老家和母亲一起生活 玛丽知道她留不住贾德尔的心只好放手 或许真正的深爱便是祝福 就在这时门林响起 梅林突然到访让她很是惊讶 玛丽以为梅林要找贾德尔复合 没想到梅林来这里是来找贾德尔解除婚约的 梅林知道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 对婆家人知道后果很严重 玛丽告诉她贾德尔刚刚离开 现在说不定已经坐上了去老家的火车 这样梅林开始着急了起来 她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等他们赶到车站 火车已经启动 回到家她告诉了梅妈 如果让婆家知道就会不好了 而这时的沙米尔把注意力都放在梅林的身上 她想重新和梅林举行婚礼仪式 因为上次她不是真心的 可是这时的梅林不得不拒绝 她已经准备好和母亲一起前往贾德尔的老家 梅妈告诉梅爸 她要和女儿一起去探望老朋友 并没有向梅爸说出事情 可是梅爸坚决不放她离开 梅妈为了女儿的尊严也是豁出去了 而另一边的沙米尔不知道梅林为什么拒绝她 她察觉出梅林有事瞒着她 在她的追问下梅林说出了实情 这样沙米尔愣了神 她接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转身离开了梅林 与此同时贾德尔刚到老家 就借用别人的手机给玛丽打去的电话 玛丽告诉她梅林来找她 让她重新回来 贾德尔本来已经是死灰的心再次复燃 很快玛丽给梅林打去了电话 告诉她贾德尔正在回来的路上 而梅林反常的举动 已经被婆家大哥察觉 她已经调查出梅林在继续和贾德尔见面 她绝不允许家族颜面被一个女人破坏 很快两人相见 这时玛丽很担心贾德尔的安全 警告沙米尔不要伤害她 沙米尔让她不要担心 她今天来没有恶意 沙米尔这才知道贾德尔还深爱着梅林 而贾德尔不敢相信 沙米尔会把梅林让给她 贾德尔也意识到沙米尔比她更爱梅林 她现在已经做出了决定 要让沙米尔和梅林明天一起出现 第二天梅林先来到了约定点 贾德尔知道梅林心里已经没有她的位置 她刚要说出同意离婚的话 藏在背后的凯撒就开了枪 这时沙米尔听到枪声 她拼命奔跑过来 一把夺下了大哥凯撒手里的枪 可是已经来不及 梅林和贾德尔已经双双倒地 很快他们被送进了医院 这时玛丽看到了熟悉的手表 这个手表是她送给贾德尔的 她赶紧跟了过去 不敢相信这是贾德尔 梅林在医生的救治下 梅林脱离了危险 可是贾德尔却离开了人世 这让玛丽崩溃至极 结果沙米尔却代替哥哥进了监狱 哥哥却告诉她 不要担心她已经打点好了一切 并说这种毁坏家族尊严的男女 就应该下地狱 凯撒却不知梅林和贾德尔才是真正的夫妻 沙米尔知道哥哥犯了大错 却没有一点回忆 这让她很是心痛 她对不起死去的贾德尔 更无法面对梅林 梅林在昏迷中醒来后 第一个要见的就是贾德尔 梅爸为了安抚女儿 谎称贾德尔在隔壁房间 梅妈让她好了以后再见面 谎言中会被识破 玛丽为了让贾德尔的身体能运到老家 祈求梅爸帮助 可是梅爸根本不想搭理她 就在这时梅林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她得知贾德尔已经离开了 这让她无法接受 她更搞不清沙米尔为什么要对她下手 眼看到了庭审的时间 她与沙米尔再次相遇 律师知道沙米尔会很快出来 因为在他们的法律 抓到妻子不忠可以私自处理 而在庭审时 沙米尔却把罪行都揽在了自己身上 不想让梅林的尊严受到威胁 因为只有她知道梅林和贾德尔是夫妻 他们见面也不是违规 只是哥哥凯撒不知道真相 这把哥哥凯撒吓坏了 如果这样她会失去这个弟弟 她怒斥沙米尔的错误行为 却不知沙米尔这样做 就是为了让哥哥醒悟 海妈知道小儿子是无辜的 虽然都是她的儿子 但她想让梅林来做决定 她找到梅林告诉了她真相 梅林这才明白她没有看错人 于是回到贾德尔老家 找到了贾德尔的母亲 贾妈知道事情的真相后 梅林要让她救下无辜的沙米尔 这让沙米尔很是感动 没爸没妈很是愧疚 不知该如何面对贾德尔的母亲 都是他们的错 自以为维护了家族的利益 却导致女儿的不幸 更让无辜的贾德尔失去了生命 等一切都结束后 梅林要陪婆婆回到农村 代替贾德尔要照顾她 到了农村的梅林 再没有千金的模样 贾妈却不想看着梅林一直一个人 她对儿子的愧疚已经补偿完成 贾妈又找到了沙米尔 她要把梅林交给她 这样她又有了儿子和儿媳 说完拉起他俩的手 祝福他们要幸福 这也是贾德尔期待看到的结果 最后他们举行了婚礼 影片到此结束